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热门直缺 还有行业起薪的排名 出现了小幅度的洗牌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今年新鲜人平均起薪 学士生落在大约三万一千元 硕士生的起薪是将近三万六千元 其中医疗专业相关人员 因为疫情的关系 人力需求提升 起薪大幅增加 硕士生薪资约42K 月生新鲜人起薪排行第一名 大学生毕业面试找工作 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新鲜人平均起薪 学士生落在约三万一千元 比去年多了七百多 硕士生起薪则增加四百四十六元 其中医疗专业相关人员 受到疫情影响起薪大幅增加 硕士生薪资近42K 成长幅度达百分之七 月生新鲜人起薪排行榜第一名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上当带动了一些疫情商品的销售 但事实上在整体就是高龄化的社会 带来整体的需求是成长的 那这方面在一些人力需求 确实也带来很多的一些成长的提升 其他行业年薪涨跌排行业曝光 由制造执行工程师 电脑电机编排技术人员 薪资涨幅最高 而电话行销人员 则受到电商新起排挤 年薪大减百分之二十七 另外处在疫情重灾区的餐饮业 糕点师厨师年薪也都纷纷下滑 根据统计 今年平均年薪总额达六十四点一万元 创下五年新高 不过增幅空间小 且平均月薪调薪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九 是五年来新低 人事成本部分能够最大的效益化 花在刀口上 它与其是调薪资 它会更多呢 只有比较高的比例是放在奖金 也就是说从绩效贡献来论功行赏 后疫情时代不止热门直缺微服洗牌 年终尾牙及员工旅游福利也相较去年缩水 预期各行各业的征裁标准及薪资结构 也将面临新变革 进入许喜中 中文台不倒